大家好,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叫做圖像處理 看看我們今天有沒有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認識常見的圖像檔案類型 我們要懂得一些常見的圖像檔案類型 第二個目標就是我們要認識不同的點陣圖屬性 究竟點陣圖是甚麼,有甚麼屬性我們要知道 一般常見的圖像檔案類型會有兩類 第一類我們叫點陣圖,Beatmat Graphic 第二類就叫向量圖,Water Graphic 好了,這兩類都是我們常見的在電腦會用的檔案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有沒有些例子呢?我們看看下張Style 點陣圖的例子會有JPG、BMP和GIF 你會發覺這兩類在甚麼時候見到呢? 一般來說,JPG我們會在一些 譬如手機拍的照片 一些相片 我們就會見到的 至於BMP,大家小學可能學過了 我們就會用小畫家 就會見到的 而GIF通常就是一些 譬如說動畫 可能見到有時有些很小的按鈕會動來動去 那些我們就會用GIF 那桑案件 我們究竟這三個的分別在甚麼呢? 這個就要稍後才會再教 然後向量圖 向量圖你會見到 首先會有AI SVG SWF 這三類型的軟件 檔案其實都是向量圖的例子 但留意 這三類型的檔案必須要一些專業的軟件去開 剛才的點震圖就不同了 點震圖是所有電腦都能夠開啟的 不需要按任何軟件 但這三類型必須要按一些專業的軟件才開到的 這個就是向量圖 究竟點震圖有甚麼屬性呢? 其實點震圖的屬性都有多少 不過今天我們集中在看兩樣東西 第一個是像素 Pixel 第二個是解像度 Resolution 這兩樣東西是甚麼來的呢? 首先我們看看像素 像素是構成圖像最基本的單位 好了 但好像平時看的照片 看不到甚麼是像素 我們怎樣看得到 留意一下這幅圖 這幅圖其實是一幅 公仔的 一個公仔來的 但是呢 我就把它變成方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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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同學會否為意 其實呢 好像 是一個一個一個 正方形組成 你看到我畫了 這好像一個一個一個正方形組成 原來我們發覺 像素其實就是把一些圖畫 斬開很多份 平均分了 用一些正方形去表達 這個就為之像素了 好了 如果假設是 我想知道這個圖畫的像素是多少 怎樣去處理呀 首先我們要知道 好 究竟這幅圖 這幅圖 即是25 如果這幅圖不是5乘5 上面是6格 旁邊是8格 那又怎樣算 我們的解像度就是 6乘8 等於48 留意 我們首先會表達了 我們首先會表達了 長度 然後 鮮度 闊度 這樣去看 好了 最後 一個挑戰題了 咦 這個剛才 記不記得我放大很大很大的公仔 這個就是那個公仔 我又想問問同學仔 究竟 這個解像度 怎樣去計算呢 大家回去想想 然後 我們上課的時候 一起討論 那